怎么观察呢 为您电话连线 请教的是陈通投顾的陈家伟分析师 家伟好 陈通通投顾的陈家伟分析师 家伟好 家伟好 全部都是朋友 大家好 家伟 我记得呢 昨天跟你连线的时候呢 你就说 昨天呢 其实台股大涨白点 但是哦 你昨天呢 感觉哦 这个态度哦 反而是有一点保守 你说其实现在投资人 要有风险意识了 不过如果投资人昨天听你呢 真的是来这个出托手上持股的话 今天看到这个台股再度的呢 创高 可能会有点生气 觉得好像是被嘎了 所以现在呢 这个指数哦 冲上了一万一千六百点的关卡位置 投资人到底是要来卖股票 还是要买股票呢 如果说卖股票 手上呢 如果有一些涨多的股票 是不是要趁机会呢 可以找一个好买 好卖点呢 那如果要来买股票的话呢 转弱一些低基期 还没有起涨的股票 会不会是相对安全呢 你怎么解读 我昨天说要有风险意识 那但是我没有说 在当下我没有说 你要开始卖股票 我说 那个昨天那根红棒在高档跳出去 我说 我就不敢 就我不喜欢这种走势 所以要观察 那在尾盘的时候 他还是往上拉 往上拉 那就当然就是再看看 可是呢 今天早上一开盘 那我说真的 我今天早上一开盘 我就开始一路卖股票 一直卖 我第一档卖掉的就是红寒 第二档卖掉的就是红准 第三档卖掉的就是红准 就是 你这样讲投资人会有点害怕耶 也不是啊 这个东西 我们做股票就是这样子嘛 因为你翻空了啊 我没有翻空啊 没有翻空 这跟翻空什么关系呢 这没有翻空啊 好 我不能获利了结吗 可以吧 那我们做股票不是 我们做股票最忌讳是 报上又报下 我算是很有良心耶 我是 我讲的时候 第一档讲的时候 我就跟你讲 我卖股票 我也跟你讲 我卖股票 我说一句实际上 我都很怕我连线 被主管机关处罚 你知道吗 如果我 因为我连线被主管机关处罚 我以后我就再也不会连线了 因为这实在是 这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那因为 我觉得就是说 在我们做股票 我觉得 大多数的分析师都是 顺着盘面上讲 这样子最好讲 最不会有 有问题 就像我今天早上 我听到每一个分析师 都叫你买股票 我的line里面的那一堆 那个 好几十个 那个 那个都说 我们今天要加码 那个注意指令 不好意思 我今天早上 我八点四十几分 我发给 那个 我下面的就是说 我们今天要开始 卖股票 所以今天买股票 不是好买点吗 如果选择的是一些低基期呢 刚刚开始起涨的呢 应该这样讲 市场上一直有一个观念 就是说 我们高基期 转低基期 我前一阵子 我也这样跟各位讲 但是这个 这个是有一个时间限制的 你知道吗 就是说 你在九月份 指数刚开始冲的时候 然后呢 到十月份的时候 你那时候 你就可以看得到 那个高 高档的股票 有一点不大会动 我从那个散热模组 双红开始讲的 你看双红 我开始讲以后 它到现在已经 一个月不会动 横着整理一个月 我们就是把资金 做最大的 的 的 那个效用嘛 那你看 你如果你过去 这一整个月 你把资金 全部摆在双红 你一定会想哭 你一定会想哭 它没有跌啦 但是 你不管你是放空双红 做多双红也好 你放在这边 你就会想哭 因为 奇怪怎么 这个盘跟你没有关系 因为 它就开始不会动了嘛 就股价就不会动了嘛 那 你这个时候 你就要一档一档 去转低基期 所以我们就是 一档一档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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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到最后就是 我说从红海带动 红海带动之后 它会开始 星火燎原 火烧连环转 砰砰砰砰砰砰 一个族群 一个族群的长过去 可是 那个 曾伟 你有没有发现 昨天连一个族群 有大长 我之前我有跟各位点到 我说 当这个族群长的时候 各位就要小心了 你说面板吗 没错 就是面板 你看面板是现在的过街老鼠 我说台股的行情大 它可以大到什么 鸡犬都能升天 鸡犬都升天 你看啊 真的啊 我说一句实在话 你如果以现在基本面来讲 对不对 六月份最烂基本面 是被动原件 后来它也慢慢涨起来的 对不对 甚至国具都涨一百多块起来 现在最烂基本面的 应该就是 就是那个面板 而且它的 基本面的烂 都还没有解除 对 法说会示出来的消息 也不是很好 对嘛 不是很好嘛 对不对 就还没有落底的感觉 对 连它都可以涨 这个盘就要小心了 所以我就说 呃 我 我在 我不管我自己的任何场合 或者是 连线 我的讲法常常跟别人不一样 就是说 我 我今天听到很多人说这个台股 哦好啊 台股现在 没有任何的败向 我光听到这句话 我就屁屁穿 你知道吗 我就屁屁穿 奇怪 怎么不会在 怎么不会在两个月之前 叫人家大买 那我们做股票 不就是要低买 要高卖吗 对不对 或者是我换一个比较 白话来讲 我们常常讲 鱼头鱼尾不要吃 吃中间的鱼肉就好 那 那 其实我现在觉得鱼头 蛮好吃的 因为我吃鱼还蛮喜欢吃鱼头 其实鱼头不难吃啊 那 鱼头有很多股票 可以去 去布局 那可是鱼尾巴 是绝对不好吃的 那 可是我发现 大家还蛮爱吃鱼尾巴的 我也 我也不懂为什么 所以 其实 呃 曾伟今天 连 就是我们这个11点 这个时段 你开场白就说 哎 台北股市 哎 很旺啊 什么 我真的想问一句 我问一下投资朋友 你们真的觉得台北股市 今天很强吗 我的眼睛看起来 我真的就不觉得很强 嗯 对 因为 其实就是说 它从鸿海 后来开始涨到广大 广大 你看 今天广大 是不是有利多 什么它的伺服器 怎么样怎么样 各位看一下广大 广大今天开一个高 就下来 今天开盘最高点了 开盘最高点 对不对 所以 所以然后再慢慢涨 涨到人保 然后再涨到 说不定连过两天 连红机都动了 对 家伟我们要整理一张CG 其实今天一些低机期的族群动起来 其实很多的它今天股价动 其实跟外资的操作有关 包括了今天量有出来 2324的人保 外资昨天其实是油卖转买了超过了万张 所以带动了今天的股价表现 那当然了 红海外资是连16买 是不在话下 也支撑了它今天的股价表现 下个礼拜三要法说会了 是不是法说会之前 都还是持续有行情 但是你刚才说 你早上其实是开始 这个有出托红海了 所以投资人士 接下来到底要怎么操作呢 另外包括了广达 就是这个云端大咖 包括Amazon Google 明年的订单 其实做了一个调整 现在传出广达旗下的子公司 是成功初级拿下了大部分的订单 还有音业达 搭上的就是苹果的AirPods Pro 卖得很好 传出要追单 那相关的音业达当然是受惠了 今天这个电子五哥当中 这四哥的表现 其实都还蛮强的 真的不能买吗 是这样子 就是说各位不要太恐慌 我说卖股票 我没有叫你现在 就立马手中股票全出 然后我们开始准备反方 没有这回事 做股票就是这样 你买也是 你的投资组合是一档一档建立的 卖也是一档一档卖 就像我现在手中也还有股票 对不对 就是因为行情够大 行情够大的话 它都会弹起来 让你卖 弹起来让你卖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那个我们都知道 玉京光它有 之前有利空嘛 对不对 它要宣征嘛 对 对它要宣征 这个大家很早就知道 所以你看玉京光 从那个十月初冲出去之后 横盘整理三四天 我还记得玉京光那天冲出去涨停板 十月二号涨停板 然后大家都玉京光好 玉京光宇宙宇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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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宙 因为就是在那个 今天這一根是桃面反彈 那同樣到底今天穩帽是不是有很多力多 穩帽今天早上漲3%多 十月營收表現很好 十月營收表現很好 可是你看今天穩帽 他距離他上次我跟各位講的 那個跳出去的高點343.5 我跟各位講那一天就不要再追穩帽了 那一天如果是我 我會站在賣方 距離那一天已經一個多禮拜過去了 有沒有過那個高點 沒有 消息面過了 基本面的利多過了 因為基本面利多十月營收 哇創立值新高過了 可是股價沒有過 所以股價他會領先反應的 股價他會領先反應的 所以包含像很多的那個 之前我講的雙紅啊 那些都一樣 為什麼我跟各位講就是說 現在你比較不要去做那種業績成長股 你反而是說他業績一公布的時候 比如說假設你上次穩帽沒有賣的 或者是你有去穩帽去稍微強斷了 你今天看到利多簡報你是不是就可以賣 很好賣啊 今天很好賣啊 你基本上是這樣子 你現在賣股票 比如說我今天早上賣股票 好我就開始一路賣股票 不會有人跟你搶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就是你現在賣 如果你遇到一個恐慌的時候 你賣會很可怕 會很可怕 一賣就啪 就直接直線 然後可能會一個衝過頭 不管他有沒有衝到跌停板 你可能你賣的頂會很差 因為跟人家搶著賣 同樣道理就是說 前一陣子也是 我在買股票的時候 也不會有人跟我搶 因為大家都想賣 其實做股票不就是這樣的 所以我現在沒有到完全翻空啊 這我必須要跟大家講 我之前不是跟各位開玩笑嗎 就是說我問我好朋友 嘎尾要不要出來 他還沒有啊 但是他已經睡醒了 他有在看盤了啦 他有在看盤了 但是他還沒有要出來啦 之前他是連看他都不屑看 所以你現在本人也在多空交戰就對了 不是我每天我都會去統計喔 高檔轉出我的股票 這是我正跟各位講實在話 就是說我們在看盤 我每天我就是多的我也看 我空的我也看嘛 好 那我最近開始統計出 我就開始我每天會統計啊 你看昨天喔 昨天我統計出來高檔轉出的股票 微影 男子電 茂林KY 建設 省頓 環球金 立即 好 今天建設反彈起來 環球金反彈起來 好 那可是我怎麼覺得 環球金跟建設我就會看 喔 你們今天反彈起來 我看一下環球金 嗯 我怎麼覺得好像逃命反彈 好 那我就放一遍 好 那今天的轉入股 台表科為影得利定影 華星光正為實說 華星光 大家都知道這個 這個是我之前介入股票 我也是今天早上把他給砍了 就今天早上一大早就九點多 就一路砍一路砍就砍 所以說其實做股票就這樣子而已啊 那就是說我們去統計 轉入股票越來越多 尤其是都是一些熱門的中小型股 都是帶量的中小型股 都是帶量的中小型股 所以你說今天的盤漲到人保 叫做好嗎 我不覺得 我不覺得啦 所以說可以多保留一點現金在手上 然後再觀望 幾成呢 幾成喔 我覺得五成以下吧 五成以下吧 你可以至少擺一半嘛 對不對 那我昨天我講就是說 你要不要看 看有沒有接棒的族群 接棒的族群 昨天那個傳產股好像有要接棒的感覺 對不對 可是後來尾盤就軟掉了對不對 因為尾盤資金又跑回電子股又衝出去 那今天傳產股更不要講 完全沒有接棒的意願就直接滅掉了 直接滅掉了 所以說這個 如果台北股市沒有接棒的意願 我倒是覺得就是說 在現在利多很多的時候 反而說不定他來個回馬槍 回馬槍不是轉空喔 回馬槍不是轉空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就是說現在台北股是11600嘛 對不對 對 11600 他如果回檔個300點 大家受得了嗎 可能他回檔300點 很多股票可能是十幾% 可能會十幾% 所以說這個就是這樣 我們有時候要去避開這個回馬槍 就像我去年 去年11月的時候 剛好整整一年 那時候不是上空嗎 跌下來對不對 那時候跌下來 我那時候會講說 你要小心 那個會有 你不要在那時候 拼命的去空啊 那時候 一個回馬槍搓出來 你這樣會暈倒 那時候一個回馬槍一搓 那時候環球晶幾根漲停板 連續四天漲停板 然後那個時候的那個 我還記得 那個被動元件二哥華新科 也三根漲停板 你如果那時候去放空 一個四根漲停板的回馬槍搓回來 你真的 就當場就暈倒 所以說 這個時候我就是要留意那種 隨時來個回馬槍 所以我比較建議各位 投資朋友 你現在反而要 拉高風險一次 可以開始 開始去提高你的現金 那我也直接跟各位講 我今天早上 從一開盤我就都在賣股票 我今天沒有買任何一檔股票 我手是綁起來 雖然我有看到有一些股票 我手會心癢癢 你知道嗎 但是我今天手是綁起來的 我叫我助理拿繩子把我手綁起來 不要去亂按滑鼠 好 好 謝謝 好 謝謝家瑋 在目前盤面上所做的觀察 他提醒投資人 在這個時候 指數來突破了11600點之後 其實好像感覺要相對的 是站在比較保守的一方 不過其實今天